2018年雅加达亚运会男足八分之一决赛继续进行,中国U23男足对阵沙特队,本场比赛国足一度落后四球,但是国足的小伙子们并没有放弃,而是在最后15分钟连追三球, 拒绝为一场惨案,但很可惜国足并没有实现大逆转,最终以三到四输掉了比赛,连续五届亚运会止步淘汰在首轮,无缘八强,在此前的小组赛中U23国足有着相当不错的表现,三场比赛全胜,并且还打尽了11球丢1球,张玉宁,魏氏豪,陈炳炳等球员的表现都非常不错, 这让很多球迷都兴奋不已,然而面对沙特队,国足开场就被打猛了,上半场就以0比3落后,下半场沙特队又打尽一球,国足0比4落后,在这种情况下, 辽军胜,黄紫昌和文士豪连进三球,将比分追到了3比4,但可惜时间不等人,国足以一个球的差距倒在了沙特队的脚下,本场势力,主教律马洛达要承担主要责任,首先没有针对沙特队制定战术,除了带脚传给张玉宁外,完全看不到其他的打法, 而且在张玉宁拿到球后,对方都会有好几个球员过来抢球,可见沙特队已经将国足的战术彻底摸清楚了,不管面对什么对手都采用同样的战术,这肯定会被对手针对,马洛达是该对此好好反省一下了, 而且马洛达换人也不够坚决,人员调整比较混乱,未能给对手制造压力,同时还让国足后绑线上的压力更大了,本来国足的防守线就跟主胡的一样,如果国足的进攻能够打出来,那都可以缓解国足后绑线上的压力,但很可惜,马洛达并没有做出有效的调整,看着这些年轻球员的泪水,真是替他们遗憾。